以下節目請由奴才培養主旨收看 因為我很喜歡小狗 而且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羨慕我 因為人家工作真是工作 我工作是如工作於娛樂 又可以玩,又可以工作 真是順功 十六款?有大有小,不同品種 有文靜,有浩動,有吵,有不吵的狗 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想說,有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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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她是一隻葡萄女孩 她八歲, 其實算是中女 但她仍是很美女, 白髮魔女 我叫Miho, 她是Mei Mei 她是一隻嚴重公主病 而且很害怕狗的一隻狗 跟我一隻很適合 她出門會一直看著人 有沒有人看著她, 說她有趣 一有趣, 她就馬上吞死所有人 我看她的模式很特別 她是否從小到大也是這樣 還是… 她不是, 她嬰兒時全身都是咖啡色 因為現在老了, 八歲 慢慢掉色 但人們覺得很有趣, 像塗了粉底 對, 像漸變 像漸變 Mei Mei的入圍原因 因為原來她很懂得聽人說話 對 她聽到別人稱讚她漂亮 對, 她真的很喜歡人漂亮 她懂得看哪些人喜歡狗 一說她漂亮, 會扭屁股 她也表演過面試 有一個方法令她很興奮 扭屁股 是怎樣的, 可以解釋嗎 圍著, 不斷說她很漂亮 她就會扭屁股 你很漂亮 真心一點… 扭屁股 這個機會就會跳上來 扭屁股 扭屁股… 扭屁股, 扭屁股 拿吧… 還沒見到她很漂亮的 找到一個很漂亮… 很漂亮… 拿… 拿… 拿…拿到一個很漂亮的 怎麼這麼漂亮 我是Gloria 我是一個時尚設計師 我兒子寶寶, 他三歲 是一隻不驚犬 我兒子夠小, 夠可愛 還有夠傻子 她是寶寶, 三歲 我最初照顧她回家 是因為她在狗場 是一隻有問題的狗 她營養不良, 隻椎天生有問題 免疫系統也很低 皮膚、手、手、腳、腳 帶她看醫生也是有問題的 當時三年前剛好有疫情 當時傳說很害怕 狗狗也會感染 她很可憐, 在狗場 然後我就好, 就救她回家 也說說為何我們大會 這次會選擇她入圍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看到 寶寶是一隻很特別和很漂亮的狗狗 因為牠中間這裡就是黑色 然後圍著牠 慢慢散開奶茶色, 這樣出來 這是不是你第一次見到牠的時候 被牠吸引的地方 對, 牠的樣子很傻 而且牠比正常, 養開北京就知道 是小很多, 牠只有3K多 牠很友善 對人、對狗也很友善 牠對著大狗也很不錯 牠也看得到 牠不會害怕 可以叫我表弟 對, 我是一個建築的狗狗 牠是Shelby, 女生拉布拉多 現在是一歲10個月 看起來好像很…很安靜 但其實內心那團火 是正常人看不到的 好, 好, 打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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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牠是Shelby 對, 牠四個月大了 我就接了牠回家 牠很餵食 你看牠出來這裡一直在找東西吃 牠是餵食不餵人 也有好處的, 很容易訓練 Shelby是你第一隻狗嗎? 是的 是否因為牠 而令你想去學護士訓練 是, 因為我拿牠回來之前 兩個月左右 就開始上網看看新手養狗 要有什麼準備等各樣東西 接著就彈了一些廣告 看到我有狗訓練的課程 一直養, 一直上課 可能你們給人的感覺很安靜 但當你一說狗狗, 你就很開心 很健談 會不會覺得養了Shelby之後 你整個性格也不同了 又不可以說性格也不同了 但牠是幫助了我很多 因為我是比較內向一點 通常狗主與狗主之間 共通的話題就是我會說一隻狗 就會多說了 今天牠有沒有幫到你 可能跟其他狗主已經多了期待? 有 哪一位你特別深刻? Globia 就是寶寶 在Ice Wrecking那晚 我認識了Shelby爸爸表弟 我跟牠好像一見如故 我覺得牠很英俊 我跟牠聊天 然後我真的很感謝這個節目 因為我學到契仔 牠當時說要做契仔 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是因為第一天 我又很不知所措 牠的角色,牠的契仔 真的像我媽媽一樣 很照顧我、跟我說話 可能填補了我的內心 那個徬徨的感覺 傾樂地覺得這個契媽也挺好 牠叫Bianca, 卡卡卡卡 中文名叫劉超池 牠叫Color 牠的花名叫楊桂菲 牠今年兩歲多 是一隻女生, 還是花叢鼠 大家好, 牠叫Color 為什麼牠叫Color呢? 因為牠一七世的時候 有很多顏色 除了黑色、白色、啡色之外 還有玫瑰金色 還有橫色、卡其色 今天我們很開心 看到恆嵐小姐 一個楊桂菲的本尊 因為這個小朋友 憑著她風如的體態 還有鵝鵝的腰子 都是全界的羊肉環 對, 通常不是翡翠那隻肉環 是肥肉環, 三五隻肉環 給你掌聲 你一定… 你多久, 這裡是翡翠想玩 因為我平時做術室 很習慣, 一說就說很多話 韜韜不絕 我見你有說過 你是精通風水園 對, 我知道 你真的懂得看狗狗的面相嗎 會看到的… 你一看就看到牠的性格是怎樣 看到的… 其實牠們的眼神 已經說了很多故事給你們聽 你可否示範一次給我們 對, 你說一下 看牠們是怎樣 有沒有一個照片給牠們看上去 有…阿源, 你說想… 你好, 大家好 我們看看牠的眉毛是非常分明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牠也是一個比較有個性 而且頭腦很粗人的小狗狗 而且牠是黑色, 黑色是偏向熟水 水也是智慧的象徵 所以牠也是智慧非常高 而且比較有膩的一隻小狗 非常有膩, 非常有膩 你覺得Jaclyn準不準? 同意, 因為牠很尷尬 牠在家裡經常偷吃 基本上牠懂得跳上餐 但終於把零食罐放在地上 撞開罐來偷吃 我是Jaclyn 我自己是做會計工作的 這是我的狗狗圓圓 牠現在比較多兩歲 牠是女生 我們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是一胖一瘦的組合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狗 圓圓是我養的第二隻狗 本來沒有打算養牠 但其實圓圓是經過了兩個家庭 兩個家庭是拿了牠回家 之後就決定不養牠 所以牠們就要幫牠找第三個家庭 所以就找到我們 你之前有沒有問過狗義公 為何牠被之前的兩個家庭人都不要 據我了解 可能牠的樣子不太漂亮 因為牠… 據我所知 牠的同胎應該有兩隻或三隻 其他就是白色或灰白色 只有牠一個是黑咪咪 可能牠的樣子不太討好 你知道Miley的片段 參賽的片段是我們評審團一致 很難忘的 因為牠是翻滾白圓圓 就是說牠很厲害可以轉很多個圈 你覺得牠今天有沒有順序 可以再試一次嗎 今天應該有點難度 因為我沒有準備零食 因為如果牠要翻滾 牠就要吃竹絲雞 因為竹絲雞特別香 然後牠一聞到就很醒神 是, 熬完湯的竹絲雞 這個小分為甚麼 我是Sasa 我是中環的一個普通的港幣 也有做兼職模特兒, 拍廣告 她是摩天士, 叫Bubu 今年三歲 我們跟她的賣點是 大家都很像公主 摩天士有甚麼特別之處 首先, 毛很順滑 通常我覺得摩天士很特別 因為你會常見摩天士參加 因為他們很喜歡毛很長 頭髮很漂亮, 很飄逸的 而且摩天士也很容易養 因為我平時上班也很忙 未必每天帶她外出 但她也不會外出 我覺得她很親人, 其實很好養 她入圍的原因是… 是一個讚美 她說你們兩個都很像少公主 她有公主病, 但我不是 她很尷尬, 說自己 她是甚麼公主病 因為她在外面扮得很乖 回到家就很兇 然後她經常咬, 我吃手流血 守住她包零食 好 或者她睡著睡著 教我, 可能她覺得我想接近她 動她 她就會衣起牙牙 然後就會撲上來咬我的手 人家睡覺, 你就別阻礙她 我只會躺著, 是… 對, 因為有些狗是比較關心 別人在處理她的舒適室 在睡覺時, 是特別敏感 你覺得這種行為可以調節嗎 可以調節, 只要調節了主人 就可以調節了 即是我們這次就調節了主人 對, 因為生活習慣有改變 而且在處理的手法中有些改變 狗是自然改變的 我是Vicky, 我是一個瑜伽老師 這是我的狗, Mochi 牠是一隻男生的歌姬 現在一歲半 牠有無窮的精力 一舊用不進的電池 剛才你們廢了很久, 回去吧 進來吧… 走開你 牠們剛才應該… 牠絕對是我們今天的焦點狗狗 來, 至於五如鼻生 你好… 你好… 你終於出場了 很好 你好, Mochi 我是Vicky 這隻是Mochi 牠是一歲半的歌姬 因為牠很活潑, 經常坐不定 所以要牠剛才停留在一個地方 牠就很想吠 有時看到狗狗出來 牠又想跟牠們玩 就會吠得更加厲害 就好像每一班 都會有一個很吵的同學 牠就是那個 其實這晚我們拍攝機前或拍攝機後 Mochi也起勢地拍攝 如果在上集或今集聽到拍攝聲音 很大機會都是牠在拍攝 Vicky看到牠那麼吵 唯有帶牠出去散步 過下冷河吧 讓牠們感到好, 牠在拍攝的時候 那裡會有一個很大問題 所以咱們沒想過 對她的解釋 如果不小心 亦不會反應 牠很多時候都知道 因為牠能把牠能撕掉 中國的狗狗帶給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很大事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要帶Mochi走出走入 那一刻是有點尷尬的 也覺得有點大壓力 因為始終不想影響大家拍攝 但是我也想Mochi他開心 不想要困住他 令他自己也很大壓力 所以兩邊平衡 本輯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我叫Miss Ho 我是一位情緒行為治療師 我的狗是一隻柴犬 牠的名字叫炭治郎 現在十七個月大, 是男生 我們是屬於治癒系的組合 普評每個人的情緒 可以治癒牠們的心靈 炭治郎很明顯就是一部 日本動畫的主角的名字 是 為什麼你會改名字為炭治郎? 我希望牠不是真的像一隻狗 只是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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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來陪著我 我希望牠有一個很精彩的狗生命 炭治郎是一個充滿故事的 卡通人物角色 因為牠要學習一些全宅呼吸之類的東西 所以牠小時候幾個月大 我已經訓練牠無數招式了 其實在台灣, 東森新聞 也有採訪過牠 報導過關於牠的新聞 對, 那時候六個月大 因為牠聽指令 以及配合拍攝的題材 覺得牠拍攝的影片挺有趣 所以也有採訪過牠 有看過牠的狗公園有誤解 有時候牠的狗也會看到柴犬比較 可能… 是… 是突然說, 這是柴犬 是… 牠有廢牠的時候, 牠的反應大概… 我會了解, 可能我會知道有情緒 無論人還是動物都有情緒 進去之前, 我會問主人 那隻狗本身有沒有經歷過甚麼 因為如果牠有經歷的創傷後遺症 那隻狗真的不能跟其他狗玩 例如我大部分認識的 都是說對柴犬有陰影 是因為曾經被柴犬襲擊過 所以才不能跟柴犬玩 我了解之後 我覺得牠們真的有陰影 難怪牠們 也不會強迫一定要讓牠們一起硬玩 希望牠們能過渡創傷的陰影 炭治郎那麼友善 其實可以令其他狗對柴犬的改觀 就是一個學習 如果用炭治郎來幫忙 對, 跟那些狗互相交 可能牠們會覺得柴犬也不是這樣 也可以 是的 我是Jimmy 我有一間網店 我是專門買牌球用品 牠是薯餅 牠是一隻臘腸狗 牠現在是兩歲半 牠是一位男生 我們應該在朋友中 做一個搞笑的擔當 我想我們是一個鞋身的路線 我叫Jimmy 牠是我們的寶貝 牠是臘腸狗 現在兩歲半 牠是從台灣領養回來 一出生那一刻就領養了牠 等牠五個月才來到香港 當時是疫情 我們從機場親身接牠回來 我看你說牠的胸口 有個白色的毛毛 對, 有個心心 這是全屋唯一只有牠有的東西 不搞笑 但其實我剛才看到這位薯餅 我覺得是我們超無預備生當中 數一數二有活力 是 牠真的可以在我們一場隊 出個停車上跑來跑去 跑不完… 就算這一刻也好 其實牠還是很有精力 因為可能我本身也做運動 有時候我經常很喜歡帶牠出去玩 我本身是打排球 或者去沙灘打球 我們也帶牠的 所以牠的體力可能是從小到大 所以牠比較好一點 我很記得牠其中一張報名的照片 牠很有型地看著上面有個球 那樣子簡直是… 我是一隻很英偉的狗 但原來牠是一隻這麼小的立場狗 牠是一個… 牠挺有趣 大大的靈魂在這個小小的區域之中 我叫阿偉 我的職業就是在一間律師樓 負責宋文杰去外面其他公司 她的名字叫Jamy 她是趙阿華 現在是16歲 是女生, 比較小 小小, 比較有活力, 挺精神的 本身你和太太有兒女嗎? 沒有 這就是你的… 就是我們的女兒 她很害怕我太太 反而不害怕我 我太太在家, 兩個人在家 經常會咬我 她不太喜歡人摸她的屁股 我摸她的屁股, 她會咬我 女主人不在, 我就變成大主人 她現在單獨了, 差不多一段時間 你一旦上來, 她沒有咬過你嗎 咬就沒有 但我有時經常摸她的頭 她又想咬我 沒有 其實我覺得她入圍… 當然她入圍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她這個年紀 她是一隻16歲的姿娃 所以我們也很欣賞鄒偉 這次會願意和她一起參加這個比賽 我就是想她16歲了 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也未必再有機會 希望她再…堅強一點 其實你希望透過這個比賽 為她或你自己帶來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贏輸沒什麼所謂 她這麼可愛, 這麼有趣 我覺得她很可愛, 真的很有趣 從小到小就這樣 就是…大家看到這麼可愛的狗狗 可以生活到16歲, 這麼厲害 Anson要給你紙巾 是 完全明白 我自己也覺得 很想和自己的狗狗有更多的回憶 趁她更健康 我們也希望可以盡量多點時間陪伴她 我真的不知道她可以活到多少歲 可以的, 加油 希望, 因為有時候有些… 經過那些途人 看到她和她玩, 都很精靈, 很活潑 她說, 你這隻狗可能有20歲 這樣說, 我當時當然很開心 可能有, 我當時可能有 有機會有, 我也會和她加油 這樣吧 其實我覺得狗狗對我來說是… 其中一個最好的本女 還有是家人 因為阿偉也說到 她的狗狗年紀大了 她也想在她的狗生裡 可能跟她一起做一些很有紀念價值的事 因為我覺得其實她們的狗生真是誤長的 還有可能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今天或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我自己來說 我也很希望可以多點時間跟她一起 但是你一說到這些… 好像接近生離死滅的事 我真的忍不住 好, 16位超無預備生都跟我們聊過 是時候要說一說 我們這次超級無特兒泰賽 是以晉級賽的形式進行的 即是我們每個環節都會有一個晉級的環節 而當中就是我們的專業評判團隊作出評分 跟大家說說 所以我們這次會以五個C作為我們的五大評分準則 這五個C分別就是 有了這五個C的條件 你們的預備生就可以成為我們最終的C, Champion 但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比賽 我們的比賽是有內定的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我們現在要請出我們的第17組參賽者 對, 真的是他來的 對, 是不是 對, 怎麼會來的 對, 我們來參選的 你好, 平常來, 你好, 我是… 我的小狗叫茶茶 它是一個貴虎狗 今年五歲多, 差不多六歲了 從何得知這個超級無大二大賽的呢 為什麼會參加 因為我家裡有七隻小狗 所以想更建設 因為牠很喜歡吃零食 牠可以有幾個技能做到 茶茶 這裡 坐 茶茶, 坐 走… 走… 什麼, 真是牠? 中游美本人來參賽 這麼大件事竟然沒人說… 好, 歡迎Yumi 大家好, 我是中游美的Yumi 她是我的茶茶 Yumi也是愛狗之人 牠家裡有七隻狗 有這麼多 不過你們不用擔心了, 不用怕 其實牠不會跟你們爭冠軍 牠只是我們的超無應援團團長 跟我們打氣 我知道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我自己也參加過一些比賽 所以我很明白你們的感受 最重要是享受 享受這個比賽 享受這個表演就可以了 好 謝謝Yumi 十六位超無預備生 在今晚得到大會頒發的 超無襟章 這個襟章會代表他們 踏上成為超級模特兒的第一步 今晚, 他們也會收到 大會發出的第一張超無通告 這麼快的通告 我想我們都很期待了 大家加油 各位超無預備生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讓競賽開始 比賽正式開始 十六位預備生要鬥上鏡 還要鍛鍊一身完美的體態 突破肉體的極限 跨越所有障礙 戰勝一起审魔 現在, 等著他們的第一次考驗 就是坐定拍一張官方照 我就是坐在那裡 我的名字 就是在這前面 這次又是 考驗 一個紀大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